我们讲T-test跟F-test这两个东西是重点 这两个东西一定会考试的 叫你跑T-test 叫你跑F-test T-test你要怎么算 T-test你要算那个T-value出来 T-value就是什么 你如果是对Veta-1做检定的话 你必须要算B-1的 对Veta-1去做它的T-test的话 你要算 你要算什么 你要算B-1除以什么 3S-B-1 这个是T-T的值 这个会算吗 对不对 V-1 V-1你会算啊 V-1的 By the way V-1怎么算 V-1怎么算 记得啊 记得现在马上可以想到V-1等于什么 Sumation 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那个比较容易赚的 好不好 X-I平方减掉N-X-bar平方 这个是比较快 分支什么 X-I-Y减掉什么 N-X-bar平方 你看这个多快啊 这个一下子出来啊 这是V-1值啊 可以吗 V-1这个值算出来以后 你还要可以算这个分子 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是什么 V-1的标准差 V-1的标准差等于什么 分母 分母是这个 分支什么 S 对不对 V-1的标准差嘛 然后这要开根号 这叫S-V-1 对不对 不太对的样子哦 S-V-1等于什么 请看14-14-18 625页 对吧 所以 T减定其实 跟F减定其实都很简单 你用两个不同的算法呢 T减定一次 F减定一次 我们应该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绝对不会有差错 如果你两个测出来的结果 两个居然一个 一个是接受 一个是拒绝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一定有问题 两个一定都同样的结果在对 所以你看啊 那 T减定 其实我如果给你一个报表的话 T减定 那个T值啊 它也帮你算好了 你只要去查表就OK了 或者说 P-V-1它也帮你算好了 F减定 F减定就MSR去注意MSC 这应该也会算 这也没问题 那 刚刚同学再问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地方 倒是应该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大家看569页 19题 这个题目出现的几率可能会蛮高了 从18题 算出结果 part A part B 然后他19题他说 你用Bompharoni adjustment to test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ll pairs of mean 请问各位同学 这边一共几个pair 18题 用18题的东西去做呢 Bompharoni adjustment 什么叫Bompharoni adjustment 我们上一次 有一次上课我们讲到 我们说 你去做 大家看一下567页 566页这边 我们说如果你每一个个别的测试 如果我们说 μi有没有等于μj 这是H0 做这个检释 α一样是0.0 我要做多少次啊 在这个题目18题我要做多少次 四选二十六次 每一次的行义错误如果都是0.05的话 1减掉0.05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做没有发生行义错误 第二次做也没有发生行义错误 一直到1减掉0.05 6次 1减掉0.05是多少 0.05 0.05 0.05开6次方 帮我算一下多少 0.735 谢谢 0.735 0.05变成这系统的1减α EW代表 Experiment Y 整个实验系统的行义错误的几率 没有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 整个系统没有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 就是0.735 你知道吗 那整个系统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是多少 0.26 天哪有那么高的α吗 可以有那么高的α吗 所以要怎么去调整这个东西 调整这个东西的技术 帮佛罗尼这个统计学家提出来 他说 我们调整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不要针对每一个测试 每一个单独的测试的α都设0.05 如果每一个都设0.05的话 整个系统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 一定远比0.05还来得高 这种错误 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所以 调整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让最后 最后这个系统 这个地方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 相反的 这个地方设为0.05 然后反推回来 这个地方如果0.05的话 这就是0.95 所以这个地方要0.95 你可以帮我反推回去 每一个alpha应该多少吗 才会使得这个成值是0.95 你可以反推 反推吗 这个叫做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上回推给各位同学 每一个alpha一个个别的alpha应该多少 全部系统的alpha除以多少 除以你要做多少次 所以说你看看 整个的系统如果发生行义错误几率只有0.05的话 我上回推倒过给你们看了 所以应该是 如果整个系统是0.05的话 全部是多少次 是不是做6次 6什么来了 C4选2 这样来了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得到0.0多少 0.008 3 所以每一个个别的测试的alpha设它为0.0083 去做每一个个别的测试 你就可以得到最后总结果 整个system-wide的那个行义错误几率 就是0.05 这种做法叫做bonferroni adjustment 不要让个别的测试行义错误为0.05 让个别测试的行义错误为6分之0.05 这样懂吗 对这个推导懂不懂意思啊 每一个人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 如果都是0.05的话 每一个人没有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 是不是0.95 所以你不可以发生行义错误 你也不可以发生行义错误 你也不可以发生行义错误 班上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发生行义错误的话 整个系统才叫都没有发生行义错误啊 对不对 那整个系统没有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多小啊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反推过去 整个系统不让它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 发生行义错误假设设定为0.05 反推回去每一个人发生行义错误的几率应该是多少 这样才对 所以叫做 不应该说这个才叫对啦 而是说 这种调整法叫 Bomper-Rolling Adjustment 这个是刚刚同学来问的 那这个题目特别跟大家提一下 那另外像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跟Randomized Block Design 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提到 这两种方法呢 会发觉呢 它的SSE在Randomized Block Design 是不是比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的SSE是不是小 你看我们的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呢 那边的SST是等于什么呢 SSTR加SSE 这是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现在如果你是Randomized Block Design的话 你把SST啊 很难保有 这个SST拆开成为两个东西 叫SSBL 它有一个是SSE 这个东西啊 拆开成为这两个东西 这个拆开成这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样 不变 这个叫做Randomized Block 对不对 对不对 上面有没有讲过这个 有没有印象 这个也一样 这个也一样 这个拆开成为这两个了 所以显然呢 这个SSE比原来的SSE小了 对不对 小了以后呢 你的F的这个比值啊 你的MST啊 去除以MSE啊 这个不变 这个变小了 因为这个东西变小了 所以这个比值会怎么样 会拉大 整个F只会拉大 F只拉大一定会增加我们拒绝东西的 的那个几率 会比较容易拒绝 比较容易拒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的检测力会比较强 Power of test是不是比较强 对不对 检测力比较强的话 当然我们比较容易去侦测出一些小巧之图啊 鱼木混珠之图啊 很容易在这边无所遁形 所以为什么要用RandomBlock Design RandomBlock Design 把Block的这部分呢 这个Block是什么意思呢 Block是 把那个可能测试者的 个别之间可能会有的这种差异呢 把它排除掉 用的方法是把它固定住测试的人 测试的人 我让它都同样的一组人 测试者是哪些人呢 测试者我通通把它固定下来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这边一共有几个人 有B个人 是用B吧 这边是K 这边叫K对 K个人 这个人他一定要做K项的测试 K种他都要做 第二个人也是一样做 全部都要做 每一个人全部都要做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矩阵的概念 在Complete RandomBlock Design不是这样的 Complete RandomBlock Design的话呢 它是 每一组 都有N个人 每一组都有N个人 而这N个人呢 这个N不会完全一样的 这边可以N1 这边可以N2 最后给NK 最后给NK 清懂不懂啊 有没有在听啊 是吧 哪边不懂啊 所以 如果我一个题目 叫你用两个方法都做 然后两个去比较 方法 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了 同样一个题目 我说 请你用Complete RandomBlock Design 跑一次 然后 做一个F-test 同样一个题目 用RandomBlock Design 再跑一次 然后再去做F-test 请问一下结论会不会不一样 可以可能会不一样 用Complete RandomBlock Design 所跑的 那个F-值 会比较小 用RandomBlock Design 跑的值 这个F-值可能会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的结果 就比较会拒绝 所以这个东西 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下 那 市值呢 大家当然 这个 要记得啊 这个SSBL 这个东西 要怎么去推到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刚刚我讲的 这个Fishers LSD 就是你 Multiple Comparison 563页这边讲的 你之所以会有Multiple Comparison 这种事情发生 是因为什么 这个东西拒绝了 拒绝说全等 拒绝说它全等 那实际其实是什么样子 你一个 如果K一个东西 不是完全相等的话 那有很多 各种可能的状况 为了真正掌握它真实的状况 只能够做一件事 做Pairwise Comparison Pairwise就是一组一组的 一对一对的去做比较 那这边可以做多少队 K选二队啊 每一对就是什么 K选二队 多少队 C K选二 每一队都是这样子啊 每一队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检定 那我也去检定它的话 我们不是 推导出一个 LSD 出来吗 这LSD 就是我们在那个 十三四十七那边 所得到的 LSD就是 T在层上 开根号以后 MSD在层上 发护 Ni分之一 加到Nj分之一 发护 那么这个去做 检定 好 那看看它 拒绝还是接受 那么两个两个一做检定的话呢 你可以 比出了真实的情细是什么 最后就可以 真正了解到底真实的情细是什么 好 这个是有关 这个 我们这个 实验分析啊 那我来看五百八四页 五百八四页 这边有个Glossary 有关十三章的Glossary Factor跟Treatment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你看到Factor 我们整个实验设计里头 所谓的Factor就是说 影响某一个结果 会有哪些因子 那个因子叫做Factor 好比说 我们说会影响到 这个作物成长的好坏 我们只抓一个因子 那叫单因子的实验设计 那你看在我们跑到最后一节之前啊 你看我们的分析通通都是单因子的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只考虑什么 在十三章里头我们只考虑什么 十三章里头我们只考虑什么 最后一节除外 我们的Factor是不是都只有一个Factor而已 什么Factor 那个因子叫什么 那个因子叫什么 搞不清楚啊 那个Factor叫什么 十三章 最后一节叫做Factorial Experiment 大家看一下 Factorial Experiment 观念上 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五百七十六月 十三之五 叫做因子实验 只有在这一节里头 我们的因子 才只有两个因子 对不对 在十三之五之前 所有的章节 我们所用的因子 是不是都单因子 哪一个因子你知道吗 哪一个因子 就只有一个Treatment啊 对不起 我们全部的这个因子 只有一个因子 好比说 我们说 农作物要让它成长长大 我们只抓一个因子 那个因子叫肥料 我们是考虑肥料的好坏 肥料的种类 所以肥料是决定作物成长好坏的 唯一的因子 唯一的Factor 可是事实上 主宰你作物成长的结果好坏的因素呢 除了肥料 还有没有别的因子 你告诉我 还有没有别的因子 有啊 很多啊 好比说什么 水啊 温度啊 阳光啊 除了什么 什么东西啊 可是你看我们为什么是考虑一个因子 那个因子叫Treatment Treatment事实上 它的原文是来自于什么 肥料 你只考虑肥料作物 你知道吧 你只考虑肥料 肥料的种类 K种肥料 我们去测试 K种肥料效果一不一样 这从这边来了 所以到13-4 通通都是单因子考虑 单因子里头你看有 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对不对 然后到了13-5 开始告诉你说 我们先前所探讨的都很简单的 只有单因子而已 现在我们开始 稍微让它复材一下 我们双因子 那这边的例子呢 不是农作物 而是 补习班 跟那个 你参加补习班 你看一下 Different Levels of a VAC Factor 它就讲的很简单 一个因子里头 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Level 然后它不是说 你说肥料 肥料里头 是不是有好多种不同品牌 是不是有好多不同品牌 每一种品牌就是一个Level 有好多啊 这样懂吗 所以如果 那你解释 什么叫做Factor 跟这个 Factor跟这个 跟这个什么 Treatment有什么不同的话 你知道什么叫Factor 什么叫Treatment Treatment是 某一个Factor底下的选项 叫做 选项1叫Treatment1 选项2叫Treatment2 选项3叫Treatment3 每一个Factor底下 有好几种不同的可能性 每一种可能性 就是一种Treatment 那Factor是什么 Factor就是 影响结果的 各种可能发生的因子 如果单一因子 考虑的话 那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到目前 都是探讨单一因子 最后到13至5才探讨了 双因子 所以这个概念 多懂吗 好 那Complete Randomized Design Anova Table Multiple Comparison 是不是 Block 什么时候Blocking啊 你来看看Blocking它的解释啊 584页 Using the same or similar experimental units for all treatment 所以哦 对于所有的Treatment的检测 我们都使用同样的一个人 同样的人 你看 这边有好多种Treatment 我们都使用同样的一组人 所以不会有哪一种Treatment 使用不同样的测试者 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条件都一样的 你去面试 面试如果有一个很Nice的人 当作面试官 口试官的话 那下一个人呢 如果他碰到另外一个口试官 因为原来口试官去上厕所 他没有时间去口试 所以两个人测试的结果 一个过也没过 一个没过 那个没过 会不会就怀疑说 可能是测试官的关系 你看他过了我没过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口试官不一样 那为了要驱除这样的疑虑 所以我让所有的人都接受 可以做同样的一个口试官去结束 这个口试官就是什么 就是blocking的概念 口试的这个官员啊 口试官呢 通通都是一样 这种概念叫blocking 我让他能够统一 能够呢 在同样的口试者官员的主导下呢 来主导 这样的话呢 有什么好处 可以remove a sort of variation from the error term and hence provide a more powerful test for a difference in the population of treatment means 就让他能够更加有检测力 和鉴别度出来 这样总统概念啦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复习 带大家回顾我们这些观念 有没有帮助啊 各位同学 有没有帮助 有哦 帮助不一定要做题目吧 OK 做题目交给助教 助教带人做题目 但是观念上 和带大家 理解这个这些概念 还有哪个地方 你们觉得不太清楚 需要老师 帮人再带一下了没有 想到这边 还需要老师带你们呢 没有啊 没有的话 除了这些观念要了解之外呢 另外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回去 西里多做一些 好吧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不好 好 好 OK 好 好